在美中恢復高層貿易談判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兩國有很好的機會達成協議,但他再次說,如果協議只是好處對半分,美國不會答應,協議必須要有對美國更為有利。 美中兩國星期四及星期五兩日在華盛頓進行高層貿易談判,一些分析人士對談判並不樂觀。彭博社報導說,雖然達成全面協議的前景並不樂觀,但中國一直尋求與美國達成部分貿易協議,以換取美國不再增加關稅。 而香港南華早報援引消息人士說,之前的副部長級會議並不成功,中方舉談強制轉讓知識產權的問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席談判代表劉鶴副總理將會在華盛頓的會談縮短為一日。一位白宮官員表示,他們此刻不知道副總理的旅行計劃有任何改變。 特朗普在白宮對記者就是這樣說,特朗普表示,有太多不實報導,每個人都在猜拆,但在這個問題上真正說了就算的,就只有兩個人,這就是習近平主席以及他自己。他們相處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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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